各位大家好,現在我來跟各位說明一下Python的評測流程 也就是說你如果來參加GMCC的線上活動 你要上傳你所寫好的程式,它是如何來評閱 一般你在學校寫程式的時候,它會告訴你 比如說原面積等於πR平方 所以當R等於一公分的時候,請問面積為多少?大概都單一的答案 但是你在寫所有的程式比賽,包括程式設計比賽 還有IOI或APCS或NPSC 那他們都是會有很多組答案 一般來講在你試題上,它會有三組輸入 它會有三組輸出 看你這個對不對 你在學校的時候都是一組輸入一組輸出 學校都這樣 但是在你外面參加檢測的時候,它應該都有三個測試 那這是離線測試的 那等到你送上去的時候,它還有後台的線上測試 也就是雲端 後台雲端的測試 那這個測試一般都會有五筆資料或者是六筆資料 那看它滿分量給你幾分 像這一題滿分是50分 那如果你三組答案都對 它就給你50分 比如說3加5等於8 9加11等於20 那這邊是1加 這是給你做測試的 你三個都測試正確以後 你就把你的程式上傳了 上傳了又讓它後台去平 它自己會產生五個測試 然後這五個測試看你後面的答案對不對 那你一定覺得這個為什麼那麼麻煩 其實最主要它就是有不同的數據 它會有不同的你所佔的記憶體空間 跟你CPU執行的時間 那後台一般來講都會去平這個 有些是不計入成績 只要正確就好 有些是會的 所以在我們GMCC 不只GMCC 在所有的程式設計比賽 不管你用Python寫C 寫C++ 或者是VV 或者甚至Scratch 它都會有 這只要是你先看好題目 然後你先看好寫程式 寫好程式後 你先離線 先離線做你的測試看對不對 對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程式上傳 但是有些必須要去修C不用 C都不用改 但是Python可能要改 C++應該也不用 那其他的大概都要修改一下 你的輸入的指令 還有輸出的指令 輸出的指令 修正輸出的指令 然後系統就會去評測了 評測它後面 隱藏的五個或六個測支 然後就會給你給分 評測結果就給你給分 然後回船得分的結果 好我再講一次喔 也就是說你如果是 就是參加程式設計比賽 一般來講都是OJ 叫Online Judge 那OJ就是它可以評列很多的語言 一般來講C是一定可以評測的 C++也可以 目前大部分都已經有Python了 那至於Jawa VB 這個VB是我們的特色 我們系統可以評VB 我們最大的特色是也可以評 Scratch 好我們再來說明一次 也就是你參加程式設計比賽的時候 一般都是用OJ OJ就是Online Judge 就是線上評測 那線上評測它是可以評測 一般來講C語言 C++ Python都是都會有 那有些還有Jawa跟Scratch 跟Scratch或VB 我們的系統就有 我們比較大的特色就是VB跟Scratch 這是在數字平台裡面 比較特殊的評測語言 那你在寫評測的過程就是 比如說一個題目是計算兩數核 好那你就寫好程式 然後輸入1、2得到是3 輸入8、12得到是20 輸入12、25得到答案是27 然後你就把你的程式上傳 如果你認為正確就是程式上傳 一般要上傳的時候 C跟C++不用修改程式 Python有些要有些不要 然後應該是要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Jawa VB是一定要的 好那你把程式修正好以後 你就把它上傳 這是離線 離線測試 然後線上測試 它後面有幾組測試 然後測試看你答案對不對 給分 那這一題滿分是50分 如果你後面的測試都對了 因為它後面的測試有時候很大 可能會達到 五、六十位或七、八十位數都說不定 數量有可能1萬筆 好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線上流程 先看到題目 撰寫程式 離線測試 正確以後 你就上傳你的程式 系統評閱 評測 然後得到結分結果 得到你的得分結果 好 以上就是我跟各位說明的 Python 我們在數科平台的Python 其實其他演的差不多